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当前最具挑战性的国际议题 俄乌战争中的各种和平计划 随着中国和巴西在联合国大会上推动的和平倡议 我们看到至少25个不同的和平计划 在短短一年多内被提出 然而乌克兰坚持认为 只有他们自己的计划才是可行的 并拒绝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提案 在这场持续的冲突中 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立场分歧显著 俄罗斯的和平提案被乌克兰视为不值得信任的最后通牒 各方的外交行动不断增多 印度和其他国家也在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但缺乏共识使局势更加复杂 此外 码头工会在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结束了罢工 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假日购物季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显示出在经济压力下通过对话和妥协取得的成功 这些议题不仅影响着当事国的未来 也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 中国和巴西携手举办了一场 由17个成员国参加的和平会议 旨在为乌克兰和平计划寻求支持 这一行动反映出全球各国对俄乌战争的持续关注 这长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冲突 成为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战争 深刻影响了全球的经济和政治格局 战火仍在乌克兰东部的Valadar不断燃烧 俄罗斯军队在这里夺取了一个战略性小镇 但除了战场上的激烈战斗 另一场关于和平计划的无声较量也在进行中 根据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马莎·赫德堡的分析 自2022年3月起 已有至少25个和平计划被提出 尽管如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坚称 只有他们自己提出的和平计划 才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此次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和巴西外交政策顾问塞尔索 阿莫林共同主持的和平会议 并没有邀请乌克兰或俄罗斯参加 巴西政府表示 他们的和平计划基于中国在战争初期提供的建议 瑞士作为观察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但遭到了乌克兰的批评 乌克兰外交部强调 则连斯基的和平攻势是达成全面 公正和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 然而 俄罗斯也并未静默 2023年6月 普京在与俄大使的会面中提出了停火计划 然而这一提议被乌克兰和美国迅速谴责 泽连斯基表示 这样的计划不过是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仿佛重演了二战的历史 而美国国防部长劳伊德·奥斯丁 则批评普京无权告诉乌克兰 必须怎么做才能获得和平 非洲的介入也未能带来突破 2023年6月 七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分别与泽连斯基和普京会晤 试图推动一份包含十个要点的和平提案 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 泽连斯基明确表示 只有在俄罗斯完全撤军后 和平谈判才有可能进行 在全球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同时 印度这样的国家也在试图扮演调停角色 9月23日 泽连斯基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会晤 讨论和平公式的实施 尽管印度未提出自己的和平计划 但他们强调 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通过谈判达成 这与泽连斯基的立场有明显分歧 尽管如此 印度的参与显示出国际社会 对这场冲突的持续关注 很涉及多方的复杂性 正如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约翰·洛索指出的 关键问题在于谈判 这个词的不同理解 俄罗斯希望借由谈判扩大其领土 而乌克兰则寻求保障其主权的妥协方案 洛强调 中巴的和平计划指 不过是俄罗斯提议的不同包装 真正的和平只有在各方达成共识时 才可能实现 同时 全球经济的脉动也在其他领域显现出来 在奢侈品市场 瑞士手表对印度的出口大幅增长 尽管全球范围内的出口下降了2.4% 但印度的需求却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增幅达到20% 这得益于双方贸易协议的逐步实施 印度正迅速成为瑞士手表的重要市场 这一区是在中国市场销售下滑的背景下 尤为显著 随着印度中产阶层的崛起 和奢侈品消费的增加 品牌商们纷纷在印度扩大业务 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市场的潜力 在这样的全球经济背景下 美国码头工人的罢工 也一度威胁着供应链的稳定 幸运的是 双方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 结束了这场持续三天的罢工 这场罢工若长期持续 将导致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特别是在假日购物季 美国总统乔拜登对这一协议表示欢迎 称这是朝着强有力合同迈出的重要一步 并赞扬了双方的妥协和努力 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商界 这些动荡和谈判都反映出 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 在解决冲突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各国不仅需要展现智慧和决断力 也必须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寻找合作的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不断持续 各国提出了多种和平计划 但至今未能找到一个能够被各方接受的方案 首先 中国和巴西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期间 发起了一项由17个成员国参与的和平计划会议 试图结束这场冲突 但该会议并未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参加 这一计划是基于中国在战争初期提出的和平方案 核心在于非军事化和建立新安全架构 乌克兰对此表示批评坚持只有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攻势 才能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包含十个支柱 并在国际上寻求支持 然而 俄罗斯提出的停火计划 则遭到了乌克兰和美国的谴责 被认为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 普京的计划中包含停火和对领土现状的承认 但被乌克兰视为妥协和投降 非洲七国的领导人在访问泽连斯基和普京后 提出了一个包含十点的计划 但未形成书面文件 该计划主要强调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 然而 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都认为这一方案不切实际 印度在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中 强调谈判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但并未提交具体和平计划 仅支持双方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印度拒绝签署瑞士和平峰会的结论文件 强调只有包含俄罗斯的谈判 才可能实现和平 整体来看 不同国家的和平计划 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结束俄乌战争的不同态度和立场 尽管各方都表示 希望通过谈判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但至今尚未找到一个 能够被战争双方和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方案 这也显示出和平计划的复杂性 以及在领土主权和国际法层面的挑战 在这场利益和安全的博弈中 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俄乌战争的和平计划 如同乌克兰的国蔡罗送汤一样 随便加什么都行 反正味道重点 是看最后一锅能不能喝 这习惯了吃俄罗斯香肠的俄罗斯人 能接受吗 不可能的 这场和平计划大会 就像一场国际大厨比赛 谁能做出把敌人吃掉的菜 谁就赢了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像个没考虑过战争真相的时刻 这可不是什么烹饪比赛 这是国际政治的火锅 重要的是 这些和平计划根本就是用来摆拍的 大家都知道谁也不会采纳 这就像你在减肥 但每天还试得吃三顿 对于俄罗斯提出的和平计划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 普京的茶余饭后娱乐节目 这就好比他的讲话是茶点 大家吃吃喝喝 然后心里想的却是 这是什么鬼东西 而中国和巴西就像是把这些茶点 做成了自助餐 邀请大家一起来吃 却忘了请主厨普京和大卫王泽连斯基 哦 楚天书 你还真能形象化 可是 这自助餐的问题在于 这些菜品的配料和味道都不对头 尤其是当事人不在场时 你不可能指望客人自动买单啊 这些和平计划像是一锅加了糖的咸粥 乍看还行 但一尝就知道 完全不对味 谢琪琪 你的比喻不错 但你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不管填粥还是咸粥总得有人买单 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像是那个死活不愿掏钱的兄弟 认为自己吃的最少 这场大餐下来 国际社会需要的不是糖和盐 而是一个能让大家都买单的结局 瞧瞧 又来了 问题是 这场餐会的主持人们都不擅长收账 这些国际调节者就像那些在街边卖艺的表演者 表演得再好也没人啃给小费 和平计划从来不是能让所有人满意的菜单 它更像是一场没人愿意赴账的混乱婚宴 大家都只想吃白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俄乌战争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时 各方围绕和平计划的讨论也在激烈进行 中国与巴西举行了一场由17个成员国参加的会议 试图为他们自己的和平倡议争取支持 然而乌克兰明确表示只有他们的计划才是可接受的 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希望通过施压迫使俄罗斯和平 而不愿意和莫斯科展开无效的谈判 乌克兰的顽固态度也许有人觉得是理智的 因为只要占领者还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任何谈判只不过是冻结现状 在这场和平计划的竞赛中 中国和巴西的方案由于为邀请乌克兰与俄罗斯 显得有些单边 瑞士作为观察员参与了会谈 并对中巴计划表示乐观 但乌克兰对此感到不满 乌克兰坚持认为 只有在俄军撤离的情况下 和平谈判才有可能 与此相对 俄罗斯则推出了自己的和平计划 虽然遭到乌克兰和美国的强烈反对 普京希望通过谈判乌克兰的投降条件来实现和平 这与泽连斯基的主权完整诉求背道而驰 印度在与泽连斯基会晤后 虽然对和平进程表示支持 但依然没有推出自己的和平方案 印度的立场是 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实现和平 但他们主张的谈判必须包含俄方的参与 尽管双方在如何推进乌克兰和平方面存在分歧 但印度与乌克兰之间的对话仍然保持开放态度 然而对于任何形式的和平计划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实现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 因为这关系到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 与此同时 印度市场对瑞士手表需求增速惊人 尽管全球瑞士手表出口整体下降 但印度市场却呈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随着印度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协议 未来几年将取消对瑞士手表的关税 这可能进一步刺激印度市场的消费增长 印度作为一个崛起的奢侈品市场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端品牌进驻 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增长机会 瑞士手表在印度的崛起 部分原因在于印度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富人群体 随着印度的富裕阶层不断增加 奢侈品市场的需求迅速上升 手表制造商们正加紧在印度开设专卖店 迎合印度消费者的奢侈品需求 同时 板球等本土文化因素 也助推了品牌在印度市场的知名度 在美国 码头工人的罢工暂时告一段落 工会和港口运营商达成了初步协议 此次罢工导致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的航运陷入停滞 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威胁 在假日购物高峰期时结束罢工 对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 虽然工会与雇主在工资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妥协 但其他未解决的问题仍需继续谈判 这次罢工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通过对话和妥协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 认为这是朝着强有力合同的一大步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 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액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